刘安 禀报将军 都督有要事与你 小妹 昨夜城中有偷马贼触没 钧马被欠 我要即刻过去处理一下 你先回船舱休息 待二哥处理完后 一同回府 可是 好 只是丢马这种小事 二哥都要亲自处理 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没变啊 不过 正好趁着二哥不在 或许可以去营地那里探查一番 这个时候 要是月姐姐和阿游在就好了 希望您在船舱内等好 您还是 这一路太闷了 我想出去透透气 那我们护送您 我不喜欢被人跟着 你们放心 我只是随便走走 不会出声乱 这 我说了不许跟就不许跟 是 老挂 要不要 我都回来过几次 但每次只敢远远地看一眼家 也不知道月姐姐他们现在在哪里 这里多了一个周棚 接到以前没有呢 那个大姐好像需要帮助 这位大姐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 帮帮我 帮帮我呀 我的相公不见了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大姐你别急 慢慢说 哦 我 我和我相公范氏宇 都是从南边逃难来的 那 他们也都是吗 对 对 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都是听说卢龙府生活安定 父祖才到了这里 卢龙府独独人很好 不仅给我们施粥 还允许我们做些杂活 挣点口粮 我相公不愿意总是靠救济度日 所以昨天便出去打听 有什么可以卖劳力的活 可他 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呀 我还不想要 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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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儿 都怪你当年犯错 被开除军籍 不然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不田地 大姐 你别担心 卢龙府我 我还算熟 我愿意去帮你打听一下 咱先坐会儿 乱走不动了 我曾经常有孩子钻进去玩捉迷藏 那位夫人的相公会在里面吗 这门怎么开着 平时应该是关着的吧 有人进去过吗 您是藩世宇 你中见了 我先帮你简单处理一下 等等 你是他们派来的吗 是你妻子让我来寻你的 先让我为你治伤吧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瓶药粉 是我一个金鱼艺术的朋友研制的 涂抹在伤口可以快速复原 你休息片刻很快就能好 多谢姑娘 你怎么会藏在这里 说来我自己都觉得像是一场恶梦 我原是一普通氏族 犯了错被赶出军营 家乡被毁后 和娘子一路流浪到了卢龙府 昨天路过白府马厩 无意间发现一匹我养大的战马 本来只是想着晚上偷偷溜进去 摸一摸就好 没想到在马鞍带里 发现了那封军报 只怪我太好奇 拆开来看了一眼 因为内容与流民相关 又实在 我太慌张了 惊扰了士兵 里面说了些什么 这 我是仙霞派弟子 仗义住人是分内之士 犯大更有难处尽管开口 看姑娘是很有本事的人 或许真的能替流民做主 这是军报 就交给姑娘吧 不过我本来是想毁了这封军报的 所以即使姑娘什么都不做 我也没有半句怨言 毁了 为什么 我趁夜色骑着马跑出来 本想逃出城的 但城门紧闭 我只能逃往码头 后面的鲁龙军紧追不舍 我又中了箭 索性在这里弃马逃生 让马往北边跑 我自己往南躲在货站里 他们搜索过码头 还好我侥幸没被发现 我那时心中激愤 想着一定要让大伙儿 都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可我在码头下躲了这一晚上 又冷又怕 想到我舍身成大英雄 又有谁会照顾我的娘子 我为别人牺牲 却什么都得不到 那我何必要逞这个呢 我和我娘子都只是普通人罢了 在这个世道 能活命就不错了 哪儿还管得了那么多呢 我伤口已经不疼了 都好了 这药粉真的有奇效 昨夜那些士兵 并不知道你的样貌 眼下牛行动如常 现在出去 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 你的娘子就在周旁等你 会合之后就立刻出城吧 姑娘你也一切小心啊 姑娘你也一切小心啊 把刘明骗到长白山和军云中做矿业 他们竟 他们竟 我一定要去找二哥 问个清楚 小妹 你跑哪里去了 我正要派人去许你 二哥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什么 你们骗城中留名 去做矿义的事 胡说什么啊 我手上有一封大哥的密信 我手上有一封大哥的密信 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你哪得来的 是不是和那个托马贼有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托马贼 我只知道 你们一直在草菅人命 这就是你对兄长的态度 那日你忽然失踪 我和大哥都快急疯了 寻了近乎一个月 始终没有半点消息 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大哥 都开始大发雷霆 怒斥那群下人没用 可你呢 一回来就对着我们指手画脚 丝毫不顾念兄妹之情 这根本是两码事 我不在此处与你吵 先回家吧 有什么事 见了大哥再说 二哥 你们到底为什么 大哥 我带小妹回来了 小琴 阿游 还有月姐姐和修大哥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又是你们 快滚出去 怎么 莫清和这几位英雄认识 是 莫清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嗯 什么英雄 大哥 这几人在仙侠派之时 就一直想阻挠我带小妹回来 还有 他们是扰乱军营的犯人 他们不是 莫清 行 有客在此 不得失离 既然是莫清的朋友 又是除了凶兽的英雄 那其中必然有误会 莫清离家多年 我们兄妹有很多话要说 请几位 先在客房休息 我没事 回来就好 你失踪这些年 我们一直很担心 大哥 大哥 我当年不是走失的 小妹 那天你们出征 我按不住好奇偷偷跟去看 不申被自家士兵的流史误伤 是对方救了我 那时我才知道 大哥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们领地的兵金矿 也为了能有大量的奴隶去造他 就诬陷他们造反 借此讨伐他们 你是因为这个 就离家出走 二哥 难道你认为 这只是一件小事吗 这 这 他们是意图作乱的暴民 为了保护卢龙府 我跟大哥必须这么做 可是他们都只是安分手紧 开荒重地的贫苦老百姓 哪里像是作乱的暴民 他们因何获罪 恐怕是怀弊之罪吧 小妹 你在指责大哥和二哥吗 继续说 我 从小 我已身为白家子女自豪 白家领导罗龙君 从祖父辈就镇守边疆 保尽安民 你 我不敢相信 我们白家会做出这种事 那害人不浅的冰金筐 还是我发现的 所以我即便伤好了 也不敢回来 不敢见对百姓如此不仁不义的白家 行了 小妹 别说了 大哥 不要再这么做了 好不好 我再次见到了他们 他们每天备受折磨 这都是我们白家造的孽呀 我不清楚你从仙霞学了什么 总归是些妇人之人 但小妹 你要知道 这世间永恒真理 不过就是弱肉强势 成狼败寇 这个世道 若白家不够强大 明天沦为奴隶的 便是你我 你扰乱军营 损毁兵金矿 私放旷役 这些我都可以不追究 但白家多年谋划的大业 绝无可能就此停下 大哥 什么大业 一路奔波你也累了 先回房休息吧 你的房间 大哥一直叫人打扫维护这儿 就是盼着你 终有一日回来 不了 这么多年没回来 我去祠堂祭拜爹娘 大哥 城中留民的事 已经被小妹撞破 我们 不必在意 她年少不懂事 父亲一生极业 怎能因她几句话就动摇 一切按计划进行 一切按计划进行 我去祠堂祠 我去祠堂祠